想看得也挨了的朋友们又要失望了 这次的菜谱变得更加丰富 在路上就顺手溜到一个鸵鸟蛋 少说也得补充到十几颗鸡蛋的能量 我就好奇这样弄出来的煎蛋会怎么样 反正得也那时吃得相当高兴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天 为了确保今晚能够安心吃肉 姐妹俩将防护围栏加固了好几圈 但是听到狮子的叫声还是有点慌 又跑到树上那边 弄了个绳索方便上去 忙碌了这么久 这下终于赶将肉放到火上烤熟吃 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肉香了 心情那是好的不行 就在他们准备享受美食时 附近的动物都被烤肉的香味吸引过来 到处是他们蹦打的声音 他们就怕会有狮子过来 毕竟这肉还是从他那弄下来的 刚吃了没几口 狮子的吼叫声越来越近 已经来不及慢慢品尝烤肉了 两人立刻往树上那边攀爬 一个黑影就在防护栏旁边溜达 吓得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不确定底下是什么动物 反正今晚只能待在上面吹风了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才下去检查 除了狮子外 还有豹子和猎狗 无论是哪个都不是他们能够应对的 必须得再制造把武器进行防身 信号这边的骨头有很多 尖角的部分能够加工成武器 只要拿取石头那打磨一番就能变成毛间 重新组装过后的长毛杀伤力要强上不少 他们还找到老鹰的羽毛 正好实在弄出一副弓箭出来 这样更加容易狩猎到食物 随手找了根韧性不错的树枝 看起来就是把树枝弄弯后绑上绳子 他实在来了一发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就不知道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了 而德烨醒来后那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 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样子 他要趁着气温还没上升 尽量让自己多改新路 打算沿着河岸寻找一条能安全过河的线路 看来短时间内都没法找到 德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他不放过任何在路上能吃的食物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德烨每次啃这种比较硬的果实 都要把那假牙弄下来 生怕弄坏回去又要被老婆嫌弃 有一说一 这里果子确实不太好吃 毕竟没什么水分 吃起来干巴巴的 要是口水少一点都厌不下去 不过里面营养物质是身体所需要的 即使在难吃也得硬啃下去 费了老大劲才勉强补充了点能量 把假牙装回去后 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现在河流变得越来越奇怪 看起来就像巧克力一样 幸好那边有棵倒下的大树 不就是等德烨横跨到对面的吗 虽然上面有不少紧急责任 但是踩着布黄已经相当不错 德烨刚想说很安全时 得亏这反应够快 不然就要跟着长毛一起被河水冲走 德烨心情现在那时相当糟糕 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姐妹俩那就要顺利很多了 在路上发现动物补充水源的地方 直接饮用肯定是不安全的 只能从沙子里过滤出一些水来 味道肯定是不行的了 不过谁又能拒绝补充水分的机会呢 刚离开泥泞的土路来绿草地 没想到就到有一只珍珠鸡在溜达 眼看天色也不早了 庇护所还没有着落 两人只好分工合作 也不知道留下妹妹能否狩猎成功 自己则在附近寻找个合适的地方 像这棵树上面可以搭建个平台 夜间就不用怕会被有动物围观 妹妹那正快速绕到珍珠鸡后面 就等它露头来神一发 目前双方距离现在还不到十米的距离 没想到一箭就将那机给搞定 不得不说这弓箭还是有点东西的 至少面对珍珠鸡一点问题都没有 立刻带着食物回到营地那边 今晚又可以吃顿好的了 现在的抓紧时间 将庇护所给搞定 先用树枝做成十字固定 接着用树枝将底部给铺垫好 他们有做过树屋的经验 不知道吊着的板床会不会轻松一点 最后成品弄出来是这个样子 看着还挺不错 就是拉起来实在费力 珍珠鸡那边也烤得差不多了 这可比昨天吃到肉串还要香 而且也不用怕吃到一半就被动物吓到 试着在上面站着 虽然有些晃动 但是问题并不是很大 刚想着把烤鸡拿过来时 双胞胎的默契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样子 而德叶穿过河流过后 就来到鸵鸟的领地 他们并不好惹 这被踹上一脚 怕是会瞬间报废 德叶虽然不怎么去接触 但是看到前面不远处有涂就在盘旋 没有闻到辅寿的味道 看来是那鸵鸟蛋吸引了他们 闻起来还非常新鲜 正好可以拿回去做成煎蛋 少说也得15个鸡蛋那么多 我就好奇这鸵鸟蛋弄出来味道如何 所以另外一个不带走嘛 德叶的烹饪计划非常简单 就是在地上挖出一个洞 差不多喝蛋那么大就可以了 紧接着生一团火把这里烤烫 最后将蛋液倒进去就行了 烹饪之前还得把这蛋液混合起来 会刀尖慢慢敲打开个口子 德叶还是第一次吃鸵鸟蛋 他也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 感觉应该和鸡蛋差不多吧 将蛋液全部灌进洞里面 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享受到荒野版煎蛋 上面还沾染着不少泥土 问题并不是很大 德叶直接用手抓起来放到嘴里 味道和鸡蛋差不多 但是口感要好上不少 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吃面包 德叶都感觉自己肚子撑得不行 今晚有多余的力气 多感心路过去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个火把 在背后再拖着个堆满柴火的车架 确保整晚都能照亮 他还不知道姐妹俩在哪 但是经过今晚赶路 肯定是要领先他们的了 路上剪刀的大象粪便 直接点燃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火堆 少说也得能用五六个小时 随着天色变暗 德叶开始往终点方向赶路 然而刚没走多远 就听到狮子的叫声 立刻停下来将火堆升起来 这样除了能够让狮子有所忌惮外 还能让德叶看起来更大指点 希望能够将附近动物吓走吧 反观姐妹俩就享受很多了 躺在上面享受着烤鸡 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这肉的味道 目前来看 他们的表现比德叶还要好 就不知道在第四天能否保持住优势了 虽然要稍微领先德叶一些 但是他们并没有渡河 这不知道又要耗费掉多少时间才行 河流里到处是危险的生物 这些都是阻碍前行的问题 德叶已经跑了很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体力赶路 夜间赶路这角色多少也有些冒进 现在只能快点收拾个休息的地方 姐妹俩已经找到合适度喝的地方 两棵树之间可以做一条溜索 将绳子绑到木棍上面 扔过去的同时 也扔出一团绳子 这样能够扔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现在就看他们的运气怎么样了 没想到一次就成功 用力拉近也没有什么问题 老规矩猜拳输得先上 妹妹采取的是趴着趴过去 这样一点都不轻松 手臂很快就酸得不行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 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姐姐的攀爬能力并不是很强 只能用更加费力的方法过去 还没到一半就已经疼得受不了 妹妹只能在背后不断鼓励 有惊无险 两人成功来到对岸集合 他们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姐妹俩加快速度离开这里 眼看天色逐渐变暗 他们也看到终点那座山 如果现在加快速度往那边赶路 很大概率就可以赢得比赛 但是夜间要防备狮子袭击 两人简单商量过后 还是耸了 德爷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赢得比赛 只要明天起得早一点 问题不大 比赛终于来到最后一天 德爷看起来并不是很好的样子 全靠着意志理智撑住 姐妹俩那边的路会更好走一些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 大家的速度都有明显的下降 就看谁能够坚持下来了 强哥那边已经弄好新造型等待胜者 德爷突然从后面冒了出来 把酋长吓了一跳 强哥祝贺德爷获得本次挑战胜利 这次赢得有些勉强 要不是身体素质足够硬 换其他人来也不一定扛得住 其实姐妹俩并没有落后太多 几分钟后就看到他们来到终点这 整体来说姐妹俩那边优势更大 谁能想到德爷会连夜赶路 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敢这样做 不得不说德爷还是宝刀未老呀 也不知道下次会碰到什么样的对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